它就是我们同乐乡的花椒 大家都知道 同乐乡这个地方的话 在今天这个花椒的话 它是非常非常的便宜的 这里的花椒啊 它在这个麻味上呢 比其他的地方的花椒要重一点啊 我现在就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花椒 这个花椒怎么加啊 大家看啊 这个花椒的话是可力均匀啊 一点没难都没有啊 是经过精加工的 产品质量大家尽管放心啊 这个什么价啊 50万 50块钱是一斤 很便宜的啊 50块钱一斤啊 很便宜的啊 这个是什么的啊 炮椒用的啊 这个炮椒用的啊 现在我把镜头倒过来啊 倒过来呢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啊 他让老板介绍一下啊 现在你来介绍一下这个花椒啊 这个花椒啊 这个花椒有什么特色呢 讲一下 自己生产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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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做那个啊 也就是自己种的没有搞什么添加剂 就是说天然健康 你看这个老板一看就是个实在人 他虽然不会说当初的产品质量的话 一定像他的人品一样 非常的可靠